今天要带你了解 祝Dangiel Doggone有怎样的体验 其实100年前这里只是一个渔村 后来1970-80年代有受到 Georges Town市区的建设 而这边开始有所发展 慢慢演变成今天的繁荣 这个地点很特别 它是位于旅游区Gernie Plaza Paragon 还有Bartou Fringy度假海滩的中间点 开车到Gernie大概5分钟 Bartou Fringy 15分钟 虽然是位于旅游区之间 但是这里都是以发展 Residential型房产居多 让你能住在闹市中 还能享受宁静的环境 这里有很多高级超级市场 2km以内就有 Coast Storage Sam Gosseria 还有刚刚开业不久的Village Grocer 还有你还会看到这种小型的迷你超市 像是Mix 和天下 K Market Chicken Sand 这是为了应对这里的居民的饮食习惯 因为这里记录着超过20种不同的国籍的人居住 当然这里也有像Desco 还有local菜市场可以选择的 住这里也有很多不同国家的restaurant 像日本、韩国、西餐、中东餐、中餐、泰国餐、港式茶餐厅 主要这些餐厅都是聚集在Brescentan Island Plaza Vantage Point 还有Strisky 如果要吃比较道地的食物的话 你就可以在Jalan Fatis这里找 这里有很多Kopitiam 马来当还有非常出名的Nasikanda 路边也有卖一些小吃和糖水之类的 所以要高级有高级 有道地的也有道地的 你会注意到这里到处都有像这种的脚车和跑道 每天早上或旁晚呢 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出来 散步、跑步、骑脚车还有遛狗的 围绕着Dajon Topgong有很多的名校 像兵华、菩提、汉民 这些都是政府的国民型中小学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国际学校 像是Dalat和即将建好的Stonyhurst International School 你会看到沿海的Strisky Area 有很多这样的排屋 半独立、Bungalow 这些概念都是比较属于英式的感觉 价格是介于1.8M至10M的都有 那高级海景Condominium方面 有Giside、Straight Residence、The Penthouse、City of Grimm 价格是大概在1M至5M的 中价位的就有Tamarin、Marinots、The Landmarks、Fetis和City Residence 外观都非常的时尚 价格是介于700K至1.5M 大众化的价格就有 I Santorini、Tri Binnacle、Sky Ridge等等 全部都是具有2-3个房间的选择 最后呢 住在这里少不了的活动 就是空闲的时候呢 到Strisky游艇码头 吃喝散步 这里聚集很多的cafe 餐厅还有Seafront Promenade 时不时呢 你可以租游艇出海半天 过过Atas的生活 好了 这就是住在Tanjong.com的体验 Follow我们 下期再带你看Gerny Drive Area